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忽冷忽热 这里还要特别提醒您 今年冬天的第一个大陆冷气团 即将在这个周末报到 到时候低温将下炭13度 不过因为11月的天气实在是很极端 很多地方的高温和多雨都破了历史记录 所以接下来的冬天到底是偏冷还是偏暖 气象局说他们实在很难预测 都11月底了 很多人的短袖衣服都还没收 因为今年11月的天气实在太特别 原本该来的东北季风没来 使得基隆 苏澳等15个气象站 高温破历史记录 降雨方面也有10个侧站 单日雨量破记录 在这个季节应该是东风到东北风 只有这边有个东南风 有水气从那边过来 再碰上这边的西南风 两个河流 所以整个雨带就延伸到台湾来 告别异常的11月 接下来冬天到底天气如何 气象局表示 今年有微弱的反圣阴现象 冬天很可能气温会偏低 但凡北极震荡并不明显 冷空气都锁在北半球 所以今年冬季到底偏暖或偏冷 对气象预报来说是个大难题 特别是对我们天气预报来讲很特别 就是它的信号都有 有可能暖冬 有可能冷冬 有可能正常 那有人就直接讲说 那还需要做预报吗 其实我们预报并不是每次都这样 这个也是一个特别的情况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周三开始东北季风增强 周五入冬的第一波大陆冷气团 就会报到还会下雨 周六的天气则转为干冷 接下来提醒 每年冬季大陆冷气团还是会陆续南下 气温骤降 民众得开始注意保暖了 记者林中午秋不彩台北报导